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急切地为儿子操持婚事不同, 方宇一直表现得很寡淡, 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 他瘦弱的身躯和低垂的眼神, 似乎背负着无尽的忧伤和心事。 封家爹娘说, 他们不计较媳妇的年长几岁, 家境贫寒还是病秧子, 唯一的要求是七月初七生的黄花大闺女。 这个要求让媒婆感到非常诧异, 毕竟七月初七是鬼门关开启的日子, 一般人都会避开。 不过, 当媒婆看到手中沉甸甸的银子时, 她自然而然地就答应了, 下定决心必须找到这个姑娘, 因为封阿婆说, 一定要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前找到, 必有种谢。 终于,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媒婆找到了一户姓吕的家人。 吕家姑娘已经二十四岁, 因为生辰八字不好, 加上家里还有病弱的父母, 一直没有人想得提亲。 她一直以来都默默地承受着孤独和困苦, 虽然内心充满了对未来夫妻生活的向往,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 她如院子里的勺要花似的, 马上就要凋零了。 当媒婆带着封家三口和封后的聘礼来到吕家时, 吕家姑娘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和希望。 吕家父母献女儿看那封公子羞涩的样子, 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 吕姑娘她想着中秋节即将到来, 想陪伴父母度过最后一个中秋, 在选择之后的日子与心仪的人成婚。 然而, 封家似乎非常急切, 连当地繁复嫁娶礼仪都省去了。 媒婆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吕家姑娘, 可别错过这样好的姻缘啊。 封家人待人诚挚, 而且还愿意在你诞下孩子后, 为你家翻新房子, 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店了, 毕竟你的生辰, 我家还没等媒婆说完, 吕姑娘便一口答应了这八月十五的成亲日。 三日后, 封吕杰两性之好, 当日封家来了很多宾客, 一排喜庆, 可封家的儿子依然保持着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 他似乎从没与吕姑娘对视, 好像闪躲什么似的, 这让吕姑娘有些不安, 心想是不是这封公子对自己不满。 已经筷子拾了, 宾客三尽, 院子终于安静了下来, 新房内, 红盖头下新娘子焦急万分, 因为他听到公婆和丈夫已经走到门口了, 雨儿是婆婆的声音, 但是又什么都没说。 接着新娘听到了关门声, 风雨慢吞吞地走到新娘面前, 揭开了红盖头, 看着俏丽娇羞的娘子, 风雨竟有些尴尾竟有些尴尬和心疼, 相公, 你醉了, 我服侍你休息吧。 新娘小心翼翼地问道, 风雨似乎有话要说, 但是又有些难以启齿, 这让新娘有些不知所措。 娘子, 我不想骗你, 我之前成过两次亲, 可能是我命格不好, 最终对方都去世了, 哎, 我怕你也, 风雨还是决定开口。 新娘松了一口气, 说道, 相公, 我当你说什么呢? 这事儿媒婆早就跟我说过的,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她怎么跟你说的? 风雨有些不可置信, 她说你第一个夫人因为得了瘟疫, 没就过来。 第二个夫人是费老, 你家花了好些银子给治, 最终还是去了。 在风雨诧异到眼光中, 新娘接着说, 你放心, 我出身农户, 身子骨结实得很, 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风雨没想到, 媒婆竟然这样诃骗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当她想把真相告诉她的时候, 突然, 感觉浑身燥热, 眼睛冒火般胀痛, 她目光如炬地盯着吕家姑娘, 她的脸色渐渐变得扭曲,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恶意和狂野。 吕家姑娘感到一阵寒意吸上心头, 她的身体迅速退后一步, 警觉地盯着风雨, 相公, 你怎么啦? 吕家姑娘颤抖着声音问道, 雨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我等你很久了。 她的声音低沉而逝血, 啊, 救命, 救, 此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在风家上演, 吕氏过门仅仅一夜就不省离世, 风阿婆满脸泪痕地挂白灯笼, 人们才知道原来吕氏是得了急症, 还没洞房的人就蹬腿了。 风阿婆对媒婆发表愤怒的谩骂, 指责她胆敢欺骗自己, 安排了一个生病的新娘子。 风阿婆气愤地看着媒婆瞪大了眼睛说道, 你这个老货, 胆敢欺骗我, 拿了我能磨多的洗钱, 竟然安排一个生病的新娘子, 让我家喜事变白事, 你这个黑心干的, 媒婆不甘示弱, 立即回应, 风阿婆, 你冤枉我了, 我可没说新娘子生病, 还有, 当初可是你自己不在乎的大几岁, 也不在乎的家穷, 甚至亲口说了, 只要是七月初期的黄花大闺女, 就是个病样子也可以, 你指着天发誓, 这是不是你说的, 风阿婆气得脸都红了, 怒斥道, 你放肆, 什么病样子, 花那魔高的彩礼, 我家凭什么要一个病样子, 你就是贪图钱财, 心疏不正, 媒婆被气得竟然说不出话来, 一个劲的你, 你, 气死我了, 这要是名声毁了, 她还吃什么, 她虽然爱财, 但是当初也是按照风阿婆的要求找的, 如今竟成了她的不是, 她如何能甘心, 索性上去就将风阿婆的头发扯乱, 而风阿婆似乎一推就到, 风阿婆气急败坏地摔在地上打滚, 大声喊道, 大家应该评理, 你们看看她是怎么对待我家的, 缺德不缺德, 我家刚死了新媳妇, 她就这么欺负我, 众人看了有一阵, 都不信这媒婆, 纷纷指责她, 就在这时, 屡嫁低娘匆匆赶来, 扑倒在风家门前就开哭, 我可怜的女儿啊, 竟然这魔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一定是你风家害死的, 刚刚还躺在地上装柔弱的风阿婆, 这会儿缓缓起身,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去扶履阿婆, 老姐姐呀, 你可是害苦了我, 我家儿子成亲当天就死了娘子, 这传出去还以为我儿子客气呢, 女阿婆一把甩开她的手, 怒道, 你休要胡说八道, 我女儿从小连一碗汤药都不曾喝过, 谁是病秧子, 分明是你们害死的, 你儿子呢, 让她出来, 老姐姐呀, 我儿子身子胃, 受不住悲痛, 卧床起不来了, 风阿婆摸了把眼泪, 呸, 我已经保官了, 你们等着吧, 此时, 官府的官差带着武坐到了, 经过查验后, 确定吕氏是死于急症, 并没有受到殴打或致命伤害, 吕家爹娘不认也没办法了, 此时, 一直没说话的风老爹开口了, 说发生这种事, 谁也不愿意, 表示不想再追究此事, 愿意放弃巨额的彩礼, 两家就两清了, 有人劝慰吕家的爹娘, 虽然失去了女儿, 但至少还有那些彩礼, 可以过几年, 别再闹了, 快回去吧, 吕家爹娘无奈, 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离去了, 风阿婆终于松了一口气, 感觉如是重负,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东院的李婆婆突然说出了一番话, 这是作孽呀, 人们都感到困惑, 不明白她在指什么, 李婆婆解释说, 前一天她与风阿婆闲聊时, 一只喜鹊突然停在风家的树上, 风阿婆立刻让风老爹用弹弓将其打死, 当时, 李婆婆曾劝说她, 喜鹊是暴喜的鸟, 打死它可能会带来灾祸, 可风阿婆却坚称, 他们老家那边对喜鹊有相反的说法, 认为喜鹊登门必定会带来灾祸, 所以必须打死, 谁曾想到今天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事件, 就在这时, 路过的一个男子说, 在邓州一带确实有关于喜鹊的这种说法, 于是, 风家死了新媳妇, 原因就是打死了暴喜的喜鹊, 人们都这样一论开来, 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个黑衣低貌颜的男子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半年后, 风家搬走了, 到了百里之外的沸县, 同样的路子, 只是迟迟没找到七月初期的姑娘, 风阿婆焦急万分, 已经找了好几个媒婆, 至今没有消息, 老头子, 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还有半个月就用, 快闭上嘴, 风阿爹立马捂住他的嘴, 然后迅速朝着风雨的房间看了一眼, 透过窗子, 看到风雨面色如常的浮暗, 他拽着老婆子进了房间, 关了门, 哎, 自从去年那吕氏死了, 儿子就变得更阴郁了, 整日里画那吕氏的画像, 要不是我以死相逼, 他是断然不会同意再娶亲了, 风阿婆默默流泪, 不行, 我绝对不会让他死的, 当日, 风家就又给了张媒婆一些银钉子, 并且承诺, 只要在中秋节之前, 找到这七月初七生的新娘子, 洗钱翻倍, 张媒婆渐渐掩开, 当下发愿, 哪怕是跑到穷乡僻壤山沟子, 或者是跑到百里之外的县城, 也一定把这新娘给找到, 出门后, 张媒婆立马摸了刚刚的豪言壮语, 整个人颓败下来, 难不成真要去山沟子里问, 实在不行就弄个假的, 正当他愁眉不展的时候, 突然看到街头跪着一个姑娘, 身边还躺着一个面色惨白的男子, 很是面生, 远远的, 就看到姑娘在给路过的好心人磕头作衣, 原来是遇到难处了, 张媒婆心想, 既然她需要银子, 喝步, 她缓步走到姑娘跟前, 还没开口, 那姑娘便跪倒在她面前, 开口道, 这位夫人, 一看您就是富贵人家的主母, 行行好吧, 我哥哥要病死了, 我急需银子, 您把我买回去当个丫鬟吧, 求求您了, 张媒婆心里乐得开花, 这辈子还头一次, 听到有人说她像是富贵人家的夫人, 于是开口问道, 姑娘叫什么, 哪里人, 今年多大了, 生辰室, 姑娘有些诧异, 但还是一一回道, 小女子叫如意, 这是我哥个如风, 老家济州, 逃难至此, 今年虚岁十六, 七月初妻子时生人, 张媒婆顿时一拍巴掌, 喜笑颜开, 立刻帮她将如风扶进旁边的衣冠, 不多时, 大夫从礼间走出来, 说道, 小狼军性命无余, 只是病得太久了, 需要静养, 我开个温补的方子给你, 半个月便能痊愈, 当如意看到那方子后, 眼泪立刻又出来了, 张媒婆一把接过方子, 好家伙, 人参, 陆荣的, 这她哪里付得起, 想到自己的打算, 于是便慷慨地说, 用她来支付, 如意千恩万谢后, 张媒婆又帮她租了房子, 暂且住下了, 下午, 风阿爹和风阿婆正忙着准备明日的喜宴, 突然, 风阿婆看了看外面, 然后给了丈夫一个眼色, 风阿爹顿时了然, 快步进了房间, 不一会就出来了, 她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黑布包裹的东西, 她环顾四周, 确保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行动, 然后, 她看了看门前的大柳树, 然后从院子内悄悄爬了上去, 找到了一个茂盛之夜的树叉, 偷偷地将包裹打开, 拿出一块发黄的蜜件, 放在了那个树叉上, 然后, 又快速跳下树, 装作巫师的样子, 站在院子里晒着蜜件, 以掩饰自己的行动, 这时, 风阿婆看见丈夫完成了第一步, 于是走到大门口柳树下, 笑着拦住了邻居前婆婆, 开始聊明日的婚事, 她说主, 新娘子是如何的好, 前婆婆其实与她家并无往来, 这突然的热络, 让她有些不适, 但是, 见人家有大喜事, 也跟着附和着, 说风阿婆好福气, 就在这时, 一只喜鹊突然飞到了眼前的柳树上, 不停地发出叉叉的叫声, 风阿婆的眉头突然紧皱了起来, 当驾的快打死她, 她用粗口骂住, 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前婆婆见她如此, 竟然有些诧异, 心想, 这明日大婚自然是喜事, 这鸟是来报喜的呀, 还没等她开口, 下一幕竟让她非常气愤, 因为她看到院内的风阿爹立刻回到屋内, 拿起弹弓, 一击击中, 喜鹊应声而落, 好准, 前婆婆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风阿爹, 明明距离也不近, 这人准头这么好, 似乎是驾轻就熟一般, 看着地上的喜鹊挣扎地叫了几声后, 就没气了, 前婆婆再也忍不住了, 她开口道, 我说, 风家妹妹啊, 喜鹊是报喜的使者, 血无端遭到打死, 怕是不吉利呀, 可是风阿婆却说, 前姐姐, 在我们老家, 喜鹊登门是不祥的兆头, 多数是要横死, 或者急正而亡的, 前婆婆是莫听过这种说法, 心中隐隐不安, 她担心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不祥之事, 因此默默地转身回屋, 风阿婆与风阿爹互相对视了一眼, 觉得是成, 风阿爹又将那喜鹊埋了, 然后俩人就一左一右出门发喜帖了, 然而, 他们没有留意到, 有一个黑衣男子悄悄跳进了院子, 黑衣男子现房门紧闭, 家中无人, 便快步走向墙根, 将那死喜鹊又挖了出来, 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她轻声自语道, 果然如此, 她小心翼翼翻出院子, 像一阵风般消失在巷子中, 大昏荡天, 正是月圆之夜, 待宾客们都离开了, 风阿婆悄悄来到洞房门外落了锁, 然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就朝着安魂的香岸走去, 子时刚果, 刚刚还一言不发的风语, 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瑶牙露出, 眼神通红, 恶狠狠地扑向新娘如意, 伸手欲咬她的脖梗, 突如其来的攻击, 并没有让如意感到惊慌而大叫, 反而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我等你很久了,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诡异的魅力, 令人不寒而栗, 风语有意刹那的威愣, 但并未停下手上的动作, 虽然如意脖子闪开, 躲过了攻击, 但是风语力量异常强大, 立刻又狠狠抓住如意的肩膀, 如意看到那双心红的双眼, 确定风语此时一时不受控制, 充满疯狂和嗜血的欲望, 很快如意陷入了劣势, 她拼尽全力躲避风雨的攻击, 她的身手敏捷, 犹如鳞猫一般, 不断有气舞, 砸向风雨, 巨大的响声, 让门外的俩人有些慌了, 之前的女人现了儿子的模样, 都会尖叫喊救命, 今天这个怎么没发出任何惊叫, 风阿婆立刻去要持开了锁, 接着风阿爹破门而入, 见如意正要将一个大瓷罐砸向风雨的头, 风阿爹立即甩出一根银针, 接着如意感觉薄耿一麻, 人就倒了下去, 如意蜷缩在地上, 表情痛苦而扭曲, 哼, 没想到还是个烈性子, 没用的, 今晚你就乖乖伺候好你的丈夫吧, 风阿爹一脸的得意, 就在他要跨出门的一瞬间, 突然伴随一声巨响, 一个黑衣男人破窗而入, 几下就制服了撕扯如意意上的风雨, 风阿爹怒吼起来, 如风, 怎么会是你, 他的眼神充满了愤怒和震惊, 不, 你不是如风, 你到底是谁, 风阿爹怀疑, 今日怕是中了圈套, 果然, 黑衣男人揭掉一层人皮面具, 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是风家曾经的管家李光, 李光, 竟然是你, 你要干什么, 风阿婆后退一步问道, 干什么, 三年前, 你们害死我妹妹还不够, 去年那屡是姑娘, 如今又害死如意, 真是丧心病狂, 今天我就是要揭穿你们的真面目, 李光怒吼道,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杀了人, 明明都是这些女子命不好, 风阿婆狡辩, 李光不想跟这种人浪费口舌, 只说, 留着跟知府相公说吧, 风阿婆心道不好, 看了看地上被李光暗住的风雨, 此时还呲牙咧嘴的发狂, 于是他拽了拽丈夫, 递了个眼色, 接着, 风阿婆突然疯了似的, 用尽全力冲向李光, 李光并未想到这老婆子来这一处, 顿时被撞了一个猎切,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 风阿爹冲过来, 不知道对风雨做了什么, 风雨竟然瞬间安静下来, 不负刚才发狂的样子, 李光差一肩, 观差到了, 领头的张补头进门便朝着躺在地上的风雨走去, 仔细看了看, 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李光, 李光摇头, 风阿爹看到此二人的眼色, 知道张补头是李光找来的, 想抓风雨现行, 幸好自己手快, 让儿子暂时恢复正常, 风雨面色惨白, 看着房间内凌乱的一切, 还有眼前的这些人, 虚弱的开口, 这是怎么了, 风阿婆抢着开口, 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张补头面前, 眼泪煞湿落了下来, 带着哭腔, 张补头您来得太及时了, 就是这个男人, 在我儿子新婚之夜, 就来抢新娘, 我们出来乍到, 也不知道他们竟然是片财里的, 看把我儿子打的, 求张补头给名副做主啊, 张补头眉头紧皱, 这跟李光说的情形不符啊, 什么情况, 不是说这风雨是个细血的狂兽吗, 怎么还出来骗婚来了, 张补头依然一言不发, 转头看了看, 已经站起来的李光, 风驾爹娘, 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看你如何收场, 此时已经恢复一失如意, 指着风雨就喊, 刚刚, 她就嘴露獠牙, 双眼心红, 力大无比, 冲住我脖子就要吸血, 她现在是装的, 风阿婆呸了一声, 你这骗婚的女人, 休要胡说八道, 我儿自有体弱多病, 你看他哪里有獠牙, 哪里像力大无比的, 玄熙写, 笑死人了, 张补头见多识广, 莫要被这骗子给欺骗了, 张补头深吸一口气, 觉得可能被李光这小子耍了, 当初是他找来说, 有个大案子, 可以让他升官发财, 说什么这风家儿子, 曾经在月圆之夜, 被风险南山的狼腰咬了, 之后一到中秋月圆之夜, 便会发狂, 只有西十七月初七出生的处女之血, 才能压制, 当初他妹妹, 就是被风雨吸干血而亡, 之后还有吕侍女, 他跟踪很久, 才发现, 风家每到一个地方, 便找梅婆寻七月初七出生的姑娘, 在中秋节成亲, 成亲的前一天会用, 沾有特色气味的蜜剑, 吸引喜鹊, 然后当着邻居的面打死, 让大家觉得之后的新娘突然死亡, 是因为打死了暴喜鸟, 遭了报应, 所以, 张捕头才找了衙门里的女捕头如意, 与李光设局引蛇出洞, 白日里, 李光拿回那只死席, 确确实有问题, 本想着夜里来抓个现行, 不料如意受伤, 竟然被风家爹娘反咬一口, 这让他有些为难, 于是, 对着李光说,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李光并未慌张, 而是笑了, 李光指出, 风家儿子之所以表现正常, 是因为风老爹刚用银针封印了他的白灰靴, 他一边说住, 一边迅速起身去拔下银针, 风雨立刻又变成了狼人疯癫模样, 冲着如意, 张开了血盆大口, 李光及时将银针重新扎紧他的白灰靴, 风雨又变成了正常人的样子, 此时, 风阿婆件事情败露跪地求饶, 他承认自己当初得了恶极, 眼看着人就不行了, 有个游依突然出现, 说是南山有一位灵妖, 若是得了, 他当药引子, 便可以要到病出, 风县人都知道南山去不得, 因为有狼妖出没, 风阿婆本来已经等死了, 可是那一儿子竟然将那灵妖带回来了, 只是他浑身是血, 到家就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才知道是被狼妖咬伤, 虽然死里逃生, 但是便得了这怪病, 要是无医, 那游依说有法子, 但是却有损因得, 是他使了好些银子, 才让他开口的, 他说唯一的办法, 用七月初期出生的女子之血压制, 所以当初才骗管家李光的妹妹进府, 开始以为只需要一点血, 没想到, 风雨变身后根本不受控制, 等恢复正常时, 发现李光的妹妹已经死了, 以为那一次之后, 儿子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没想到竟然只能压制一年, 所以才有了后面搬家, 徐吕家姑娘的事, 吕姑娘死后, 如今又来到这里, 故技重施, 张捕头问, 既然是咬破颈动脉而亡, 那么为何当初五座墨发现伤口? 李光说, 因为风家根本就不是做蜜饯生意的, 而是做皮活生意, 高端一些的就有人皮面剧, 当初她发现妹妹死得蹊跷, 绝坟亲自查验, 在妹妹脖颈处撕下了一层人皮肤盖物, 真相大白, 风阿婆哭求, 都是我们的错, 我儿是个心地善良, 这些事她从来不知道, 也没有参与, 她是无辜的, 求张捕头放过我儿吧, 风阿爹也跪下来, 一个劲地磕头, 可是李光却开口道, 那我妹妹和吕氏姑娘, 又何尝不是无辜的? 风家爹娘低下了头, 风雨终于知道, 为何爹娘执意逼着自己再娶了, 原来自己竟变成了那样恐怖的怪物, 还害死了最深爱的吕家姑娘, 直到真相后无言苟活, 从袖中拿出一枚银针, 插入了自己死穴中, 风家爹娘大痛, 儿啊, 你怎么这磨傻呀, 都怪我们啊, 爹, 娘, 儿子不孝, 愿来是在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待我死后, 将我与吕家娘子合葬一起吧, 然后, 人就闭上了双眼, 还是那副温润如玉, 千千公子的样子, 张捕头叹息, 可惜, 可惜, 天亮了, 阴了一夜的天, 突然就放了情, 枝头的喜鹊, 在此欢快地叫了起来, 前婆婆说, 看来谁家又有喜事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琉璃井血案, 清朝雍正年间, 隶属海州府的树阳县城, 地处徐州, 海州, 淮银三府的三角中心, 水路交通十分方便, 南来北往的山谷游客, 络绎不绝, 各种生意买卖十分兴隆, 是个富庶之县, 居民百姓多是殷氏之户, 小康人家, 树阳城北通往海州府的关道旁, 不远处有一琉璃亭, 亭中建一八角琉璃井, 这井河亭皆是树阳城赋户筹资建成, 工人们观赏游玩, 因而成为当地一井, 后有一封汗掉入此井溺水身亡, 人们因忌讳就来得少了, 火起井台这天清晨, 一群志同前往亭中游玩, 有个叫铁牛的孩子, 刚进入亭中, 立刻惊得大喊大叫起来, 附近的人们听到呼叫声, 纷纷前来看个究竟, 只见亭中青石板上血迹斑斑, 连琉璃井边上都有血迹, 有人伸头朝井里一望, 顿时大叫道, 井中有雾, 人们赶紧喊来地方里正车三, 车三献自己的辖驱出了事, 连忙来到琉璃亭中, 像模像样的背着手左右前后观看一会, 随即又来到井边, 俯身朝井里张望, 他看出井下是个头朝下脚朝上的人, 不由的心中住了荒, 悬没了刚才的斯文阳, 指手画脚的叫人找来两根绳子, 用一根绳子吊住一个胆大的壮年汉子下到井中, 记住井内之人的脚脖子, 先将壮汉拽上井来, 众人又合力将井内人拽了上来, 一看是一个和尚的尸体, 车三献出了命案, 连忙告诉大家不许乱动, 主人看好和尚尸体, 自己撒开两腿, 兔子似的往县衙跑, 现场寻计时过不久, 树阳县令华大人带领牙役武座来到县场, 虚开围观的人群, 华大人叫武座上前眼看, 武座走进尸体再细查看, 县和尚后心被利刃戳了一刀, 其他地方没有伤痕, 显然是被他人所杀, 华大人屡住胡须上前观看一番, 一双大眼溜溜地转动着, 忽然他眼前一亮, 不由得抬眼屡须, 傲视前方, 嘿嘿地笑道, 这是一桩涂彩害命案, 本官已经断出了凶手, 众人见华大人眨眼间就断出了杀人害命的凶手, 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 车三赶紧周妹地说道, 大人真是英明神断, 有人问道, 请问大人, 凶手在哪儿? 华大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故意隐而不发地说道, 你们且看, 此人是谁? 是个和尚, 这就对了, 他既是和尚, 应该穿什么? 袈裟, 越说越对, 你们看着和尚穿的是什么? 众人这才仔细一瞧, 那和尚竟穿着一身粗布俗衣, 人们马上回忆了, 泽泽称赞华大人, 明察秋毫, 破暗如神, 听了人们的夸赞, 华大人心中像喝了蜜似的, 只见他得意地喝道, 来呀, 准备好, 我现在就要当场查出杀人凶手, 赵华大人的吩咐, 围观的人们拍成了两行, 站在亭子前边, 李政车三清了清嗓子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 华大人叫你们协助破案, 每个人上前辨认一下, 认识而蛮助不报的最佳一等, 围观的人们战战兢兢地依次上前辨认一物, 结果一个个都摇头说不认识, 车三机的头上直冒虚寒, 华大人心里也暗暗着急, 但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沉稳地坐在琉璃井井台上, 这时轮到一个老妇人上前辨认, 她仔细地望了望为神医物, 嘴唇动了动, 浪正了一下, 车三健壮, 立刻逼问道, 陶大娘, 你要说真话, 只请不报最佳一等, 陶大娘紧张地说道, 我不认识, 不不, 好像眼熟, 华大人立刻上前说道, 老妇人, 不要急, 慢慢想想, 陶大娘直的又认真地看了一遍说道, 这衣服好像是邻人陪老伯的, 肩头上这块补丁使得请我方的, 华大人得意地说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找到了凶手, 来人将那姓陪德带到公堂厅审, 两名补快答应一声, 直奔陪家而去, 华大人对车三说道, 暂将和尚尸体收敛, 厅后发落, 车三卸了重担, 满心欢喜地答应一声, 连忙前去办理, 其余的差异人等, 簇拥铸华大人返回衙门, 陪老伯名叫陪安和, 老伴早逝, 与儿子陪慧之相依为命, 家住树阳往徐州府的关道旁, 父子俩靠炸油条卖豆浆卫生, 他们每日里三更天就起床磨豆浆烧好, 然后再捏面粉炸油条, 正赶上人们起床吃早点, 这会儿父子俩以卖光豆浆炸完油条, 正收拾用具, 两名捕快来到他家, 不由分说里外搜查起来, 最后竟查出一件新婚嫁衣, 两名捕快黑黑冷笑一声, 锁上陪家父子, 连同那件新嫁衣一起带到县衙, 华大人见犯人带到, 立即升堂问安, 他一拍金堂木喝道, 那个和尚可是你们杀的, 回大人的话, 小民不敢, 大胆刁民还敢抵赖, 本官问你, 那和尚身上的衣服从何而来? 是小民所赠, 真是不打自招, 你因何赠他衣物? 快快从事讲来, 是, 裴安和便从头讲述起来, 五天前的三更天, 裴家父子便起床忙活, 呼听的外面有人拍门, 裴老汉打开门一看, 见门外站住一对文静柔弱的青年男女, 说要买些早点充饥, 裴老汉连忙客气地让他们进屋, 端来热气腾腾的豆浆和刚炸好的油条, 两人便大口吃喝起来, 两人吃喝完毕, 那姑娘羞涩地说, 她是城北竹园外的小女儿秋枝, 与未婚夫兰秀, 才欲往徐州府投亲, 身上旺带银两, 无钱负账, 请老伯暂计账上日后奉唤, 裴老汉本是个股道热肠之人, 听姑娘说无钱负账, 不由起了怜悯之心, 连说无妨, 又拿出自家十两文饮, 说是借给他们做盘缠, 又将自家的一头毛驴借给他们做角力, 修之和兰秀才千恩万谢败彼而去, 谁知石臣不长, 又有一人来到裴家, 裴老伯一看, 此人是个粗壮和尚, 身上不见袈裟, 却穿着一件新婚嫁衣, 那和尚见裴老汉惊仪不定的神色, 便说自己是树城南安寺的和尚, 深夜访有归途中遇上歹人, 被截去银两衣物, 无奈只得偷离件新嫁衣来遮体, 裴老汉心眼厚道, 信以为真, 便端来油条豆浆, 让和尚吃了鸭精, 和尚一口气吃下树根油条, 喝完两碗豆浆, 方才丢下碗筷, 裴老汉说和尚穿假衣不伦不累, 肯定招人笑话, 就找来自己的一身粗补衣服, 让和尚换了, 那和尚谢过老汉便匆匆离去, 不知怎的被害在八角琉璃井中, 听了裴老汉的叙述, 华大人也不说对与不对, 倒是那个竹园外的名字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吩咐暂将裴家父子压下去, 又抛下牌签, 命捕快立即将竹园外带到二堂乡见, 这各竹园外是树阳城有名的父户, 生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春枝嫁给城中一副商, 二女儿叫丘之, 他见捕快前来传他, 不由得心中一正, 起身到后堂去收拾一下, 忐忑不安地随捕快来到县衙尔堂, 华大人赐了座, 单刀直入地说道, 府上小千金近日可好, 竹园外听了一愣, 但很快恢复常态, 公公手达道, 并大人, 小女近日不幸身亡, 四天前, 棺木已经安葬入土, 华大人见与裴老汉叙述有出入, 心中暗息, 知道敲山阵呼起了作用, 便手屡胡须笑道, 竹园外怕是言不由衷吧, 其中隐情本官已略知一二也, 竹园外见华大人聚聚紧逼, 又不知他知道多少隐情, 怕自己越说越露线, 便慌忙站起身, 掏出一张纸, 放在华大人面前说道, 薄力不成敬意, 还请大人担待, 华大人瞟了一眼, 那是张二百两的银票, 便不懂声色地说道, 这二百两文银能买得一条人命, 乐节一场官色, 竹园外连连擦住头上的虚寒, 又掏出三百两银票, 强装笑脸地说道, 请大人物见怪, 华大人这才面露笑容道, 既然竹园外肯破费, 那就没你的事了, 请回吧, 华大人重新升堂问案, 差一押出裴家父子跪在堂下, 华大人一拍, 经堂木合道, 本官已经查访明白, 竹园外小女丘之姑娘不幸身亡, 棺木已于四天前入土, 此时路人皆知, 哪来的私奔之说, 与被杀和尚更无瓜葛, 分明是你们父子县那和尚有些财物, 便陡生百念, 图彩害命, 岂是入井, 却又编造谎言, 蒙骗本官, 实乃雕丸之极, 看来是不打不招, 来人大行伺候, 裴家父子连呼冤枉, 直被打得皮开肉绽, 死去活来, 最后父子俩被打糊涂了, 当堂承认害死了和尚, 华大人叫人录了口, 共化了鸭, 案卷上暴害周府, 然后将裴家父子压入死牢, 待等批文一道, 立即开刀问斩, 海州知府魏哲智, 接到树阳县报来的案卷, 越看觉得疑点越多, 那和尚深夜在外干什么? 新嫁衣在何处偷得的? 裴家父子图他何彩? 藏物在哪儿? 杀人凶器又在何处? 为了弄清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魏大人立即带人来到树阳县筑下, 将这些疑点勋问话宪令, 结果却是一问三不知, 魏大人立即声唐问案, 从死牢中提出裴家父子重新审问, 裴家父子又将发生的事情呼诉一遍, 请魏大人为他们申冤作主, 魏大人听了微微点头, 吩咐将裴家父子蓄掉重刑好声照应, 又派出两名捕快到裴家监后, 如遇寒银送驴之人立即带到县衙, 魏大人又叫华县令及一般差役, 随他一同前往琉璃亭现场勘察, 周县衙门一行人来到琉璃亭查看一番, 魏大人止住井口说道, 可曾派人下去打捞过, 华县令连忙摇摇头, 魏大人当即叫差役, 吊前井中污水, 派人下去寻找, 不一会儿摸上来一把增量的杀猪刀, 魏大人望了望刀子,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这把杀猪刀就是杀死和尚的凶器了, 像那裴家父子乃一普通人家, 哪来的杀猪刀? 在场的差役都信服地点铸头, 魏大人转而又问李正车三, 附近可有屠夫, 车三慌忙答道, 有有, 离此不远, 有个新屠夫, 魏大人一声吩咐, 前头带路, 去看个究竟, 不一阵子, 众人来到新屠夫家, 只见三间茅屋, 房门紧闭, 车三问父亲人家, 解说已经好些天不见新屠夫夫妻, 魏大人当即判断, 新屠夫是杀人元凶, 杀人后已经畏罪潜逃, 当下叫车三打开房门, 只见屋里凌乱不堪, 没有一样贵重物品, 杂物上以及灰尘, 显然主人已经邪恶潜逃了, 经魏大人这么一查一看, 此案有了明显转机, 杀人凶犯不是裴家父子, 而是负罪再逃的新屠夫, 新屠夫为何杀死和尚, 魏大人决心把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因此暂不回府, 就在县衙里请人描绘新屠夫影像, 连同公文送到附近周县, 请他们协助缉拿新屠夫归案, 过上两天, 守候在裴家附近的捕快, 果然将前来, 还驴还银的蓝袖才带到县衙, 魏大人便在二堂召见蓝袖才, 询问他们因何双方私奔, 蓝袖才毫不隐瞒地讲出事情原委, 原来竹缘外与蓝袖才之父是默逆之交, 蓝家也很富有, 两家早就讲好结尉亲家, 将小女儿邱之许配给蓝袖才, 后来蓝家家到败落, 父母双亡, 只剩蓝袖才一人, 生活凄苦, 竹缘外生的毁亲之意, 令江秋之许配给伤门大户弟子, 并已为他备好嫁衣, 准备出阁。 秋之姑娘不但美貌贤淑, 而且是个身名大义的女子, 她虽知蓝家败落, 但不嫌贫爱妇, 致死不从另嫁他人, 终日哭哭啼啼, 茶饭不思。 身边丫鬟玉香, 十分同情小姐的遭遇, 便暗中约来蓝袖才, 怂恿她带着小姐私奔而去。 蓝袖才在树阳城别无亲戚, 秋之姑娘便带着蓝袖才深夜投奔姐姐春之家。 春之家中亮着灯, 可是无论秋之怎么叫喊, 就是不开门收留。 夜蓝更深, 一对文弱男女被拒之门外, 呼天不应, 较地不灵, 相依而弃, 无可奈何。 这时蓝袖才猛然想起, 自己有个旧父在徐州府居住, 就欲与秋之前往投奔。 他们路过陪家父子住处, 饥饿男人, 便敲门吃点早点, 未曾想遇上好人, 借银借驴供他们上路。 如今蓝袖才将秋之姑娘, 安顿在徐州就抚驾, 自己择其驴鞋银, 欠来奉还谢恩, 想不到恩公尽遭不测, 锒当入狱, 被定成死罪。 听完蓝袖才的叙述, 魏大人眼前一亮, 他已觉察到暗中另有隐情, 思索一番后, 便在蓝袖才耳边说了几句, 蓝袖才败逼而去。 不吉日, 又传来了好消息, 派往连水的一组牙役将新屠夫夫妇捉回树阳县衙。 魏大人当即开堂审问, 新屠夫倒也痛快, 供出了杀人经过。 那天清晨, 新屠夫正在杀猪, 他的妻子周二花到琉璃亭庞小姐, 刚刚站起身, 猛地扑上了一个和尚, 搂住周二花欲行奸淫。 周二花乃梁家女子, 剑撞吓得大叫起来, 新屠夫听到妻子喊声, 连忙持刀跑过来, 见一个和尚如此座位, 不由得目惑钟哨, 上前就是一刀, 那和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新屠夫献出了命案, 又见四下无人, 便抱起和尚, 连同那把杀猪刀一起投入井中, 然后拉起下愣了的周二花回到家里, 收拾些值钱物件, 逃往连水晶内落脚谋生, 想不到这魔快就被捉拿归案。 此案真正杀人凶犯, 以经济补归案, 魏大人觉得该是弄清和尚深夜外出, 嫁衣和来等一团的时候了, 于是派差一船来竹园外, 在二堂相见。 竹园外心神不定地来到县衙二堂, 魏大人当头问道, 竹园外, 你可知本府为啥在二堂船你? 竹园外听了心中一息, 连忙从怀中掏出一纸线上道, 秦府台大人过目。 魏大人抬眼见是一张五千两的银票, 便不懂声色地说道, 你怀中是不是还有一张? 竹园外又掏出一张五千两银票地上, 坐在一旁的华大人,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心中不知是啥滋味。 魏大人将两张银票叠在一起, 拢进袖中, 面线满意之色, 接着顺手打开桌上的一个包袱, 拿出一件红嫁衣说道, 竹园外, 这可是你家之物。 竹园外一瞧, 脸色历史大变,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魏大人玩耳一笑, 继续说道, 诗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软, 此事只有我们三人, 你就把详情说出来, 也好脱了干系, 让此案有个了界, 难言之处, 我们保证为你守秘。 竹园外没了退步, 只好红着脸说道, 既然大人已经明察, 我也不顾着老脸皮了, 那晚小女私奔, 我想她必是投往其解春之家, 便带人来到大女儿家, 叫门不开, 值得撞开屋门, 方知女婿外出经商未归, 却见春之披头散发, 神色慌张地靠在大柜上, 说秋之刚才确实来过, 已经逃走了。 我断定她是红我, 比江秋之藏在大柜中, 不由分说将她拉下来, 命人将大柜抬至家中。 哪知打开大柜, 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和尚死在柜中, 当时我气得差跌晕过去。 大鱼偷汉, 而且偷的是个和尚, 加上二女私奔, 传出去, 岂不被人笑话? 况且人命贯天, 干系重大, 得想个万全之策。 我左盘右算, 便拿了小女嫁衣给和尚穿上, 将和尚尸体放在铺上, 贴上蒙连纸冒充小女, 并放风说小女自已身亡, 准备第二天下葬, 以遮人耳目。 等清晨来练和尚, 谁知不见和尚踪迹, 只得将空官安葬下地。 魏大人欧礼生说道, 想那和尚必是一时憋气而亡, 后苏景过来, 慌忙逃走, 先遇到裴家父子, 后又遇吊喜周二花, 被新屠夫怒而杀之, 这才出了血染琉璃井的命案。 竹缘外长出一口气说道, 原来那和尚先是假死, 后来才被杀, 我也脱了干系。 华大人想想自己只是为了敲取竹缘外银两, 却冤枉陪家父子, 虚打成招草菅人命, 真是又羞又愧。 此时, 他尴尬地站在那儿, 浑身不自在, 觉得插话也不好, 值得敷衍地点住头。 古销三通, 罗打三变, 卫大人升唐结案, 三班牙役立在公唐两旁, 一干人等全都带至唐上。 唐威过后, 卫大人一拍经唐木叛道, 和尚品行恶劣, 死有余辜, 陪家父子古道热肠, 诚实可嘉, 所受不白之冤, 当唐喜庆, 无罪释放回家, 奖励文银三百两, 作为养伤之用, 新屠夫怒而杀人, 试出有因, 无罪释放。 卫大人神采奕奕地站了起来, 从秀中拿出两张银票, 杨了杨说道, 树阳县首付竹园外, 自愿出银一万两, 兴修水利, 其义局载入县室, 树杯送阳, 躺下一片赞养生, 卫大人又对愣在一旁的竹园外说, 你可想小女秋之姑娘。 竹园外面露悲涩, 想时想, 只可惜, 卫大人哈哈大笑, 竹园外慷慨出资, 造福百姓, 有功有德, 生还你一个女儿。 严霸拍手三下, 顿时从屏风后, 走出秋之姑娘和兰修才, 双双上前任父。 竹园外建卫大人, 不但保住自己的面子, 只字为提大女与和尚私通之事, 而且替自己找回小女, 除了自己一块心病, 真是又惊又喜, 老泪纵横。 卫大人对兰修才说道, 你既已带回秋之, 本府替你做主, 到竹家做上门女婿。 兰修才与秋之连忙跪下谢恩。 卫大人又对正在一旁的华大人说道, 你草菅人命, 贪赃王法, 等住查办吧。 听完卫大人的审判, 躺下一片欢呼声。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